接下来咱们首先有请出沙氏武术的传承人沙俊杰 李斌以及他们的徒弟叶纯一 沙英华 秦林卫 顾娇娇 叶小敏 熊启春 为我们带来沙氏武术的套路展示 掌声有请 请掌声 现在场上的演练者是沙士武术掌门人 中国武术八段沙俊杰大师 他曾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第四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并斩获行义拳和行义拳对练金牌 此时他为我们演练的就是行义拳 在八十年代国内武术散打擂台赛中 他数次荣获冠亚军 在中国武术段位制的二十三个国标拳种中 担任了三个拳种的执行主编和动作示范 这三个拳种就是行义拳通背拳和八卦掌 行义拳动作简洁而朴实 其出手如勾肝 落手如钢措 此时场上的演练者 李冰老师 中国武术八段 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沙士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 曾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第四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 并斩获行义拳对练金牌 紫眉金牌就是李冰老师和刚才演练的沙俊杰老师 共同斩获的 在中国武术段位制的二十三个国标拳种中 担任了八卦掌的创编和动作示范 此时演练的是沙士八卦掌 沙士八卦掌虚实分明 为原打点 其凝转玄翻 混钻争夺 其正相生 现在场上的金童玉女沙英华秦灵卫是五英级运动员 是全国通背拳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他们演练的是沙士通背拳 其掌如棉笔如鞭拳打如抽鞭 放长机远 编辑如电迅快清脆 沙士通背拳 将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关系的理论运用于武学理论之中 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通背拳队练 表演者沙俊杰大师和叶淳一老师 叶淳一老师中国武术七段 现任江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此趟通背拳队练是沙俊杰大师 在沙国正大师传统套路的基础上 通过实践再创造再提高编创而成 其竟如潮涌 扯如潮退 现在场上顾佳佳老师演练的 沙士八卦掌中八行李的八凤八行掌 其行如游龙 视若飞凤 行走路线有四正四语八个方位 叶晓明老师和熊启春老师演练的是 沙士老八掌 沙士老师演练的 沙士老师演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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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上世纪七十年代所创编 他充分反映了内加权 功与防 离与反 既基于健身 知武学哲理 进退自如 功防有序 创始人杀过郑大师 一生无门户之见 是一位不拘于门派的极大成者 先生曾在天津擂台 以梨花枪连挑十八人 为维护民族尊严和保护同胞不受欺辱 曾单身击毙和击伤外来侵略者数人 被当时的金门暴戒称为中华小侠 下盘沙和神枪沙 新中国成立后 先生先后培养了中国武学博士 亚运会太极拳冠军 及四十多名全国武术冠军 先后出版有 健身义气法 太极拳对练 行义散手炮八卦连环掌 武当八仙剑等等著作 还有数十万字为出版的手稿和资料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武术之根在于继承传统 武术之生命在于发展 武术之传承在于延续 一趟趟拳法流淌着民族的历史 包含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坚持与坚守 好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出 所有的沙士武术的表演老师 一个歌的都非常累 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 他们作为第一个传统套路展示出场 那我听说沙士武术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 是不是 有没有哪位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沙士武术就是由沙国正大师所创 在此我想说的是就是先生 他不仅武艺惊人 武德高尚而且精通医道 他无常治病难以计数 而且在1986年的时候 他向国家捐献了八卦掌的掌门人 创始人 董海川大师的八卦掌掌门铜钱等等文物 那么也就是在他心目中 国家高于个人 并且他曾出版了无数的著作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说明沙士武术是由大国情怀 大爱精神的一个一门 是吗 是是 好的那接下来有请韩老师 您代表咱们评委席给出一个分数 然后决定这个沙士武术 您觉得今天表现如何 请您给出分数 好 刚才这组沙士武术表演非常成功 沙老师是咱们武术界的老前辈 他们的最后得分是9.8分 9.8分 恭喜恭喜沙士武术成功晋级 谢谢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谢谢国际传统武术传门联盟大会 给我们提高如此的平台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你们同事也 请到台下休息